綠營的支持者過去其實在臺北市 就是相對的低調 相對的在民調接到民調的時候 他們就是不願意表態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這一次的民調 我覺得過去的民調 不會到選前這個已經要封關 然後這種南原北側 各家各談各的調的狀況 差距這麼大 所以我要告訴我們的支持者 從我陪陳時中 在我大安文山少接的狀況 我告訴你 我不相信陳時中 連民進黨的基本盤 過去這個包含蘇貞昌蘇院長 在二零一零年的選舉 跟謝廠廷謝院長 過去在臺北市的市長的選舉 四十趴都拿不到 我不相信 真的 你知道嗎 現場我們有六個來賓 除了委員之外 我們都選舉過 其實所有的議員 是選舉最敏感的人 陳時中現在所到之處 他現在還有很多的場合 會邀請他去 他會公開給所有的議員 如果你有空 你就一起來 如果陳時中是票房毒藥 他只剩下十九趴 我告訴你 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民進黨議員 不會站在他旁邊 但現在你看現在的畫面 旁邊就是我撿蘇貝 那個場合在哪裡 那個場合在大直的點華飯店 我的選區在大安文山 從大安文山到大直點華 起碼四十分鐘的車程 我都願意大老遠的從我大安文山 跑到點華 去站在陳時中旁邊 去爭取跟陳時中合體 那就代表陳時中對我的選群有加分 包含陳時中開記者會 現在早上開記者會 也有非常多的議員 大老遠的從他的選區 包含士林北投 包含內湖南港 跑到北平東路去跟他合體 如果陳時中是票房毒藥 沒有人要站在他的身邊 沒有人要站在他的身邊 而且大老遠 我應該去跑市場 去握手去發面子 去拜託拜託拜託支持 可是大家願意站在陳時中旁邊 是因為我們的支持者 認為陳時中真的被國民黨吞打得很慘 尤其是上個禮拜 許巧欣 許議員公布了那個照片 說什麼陳時中跟他的友人 什麼閒豬手 食指緊扣 我告訴你 我現在在跑選區的時候 有一堆的支持者 跑來跟我食指緊扣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我就是支持你 所以我就要跟你減速培 食指緊扣一下 我現在也跟我的支持者講 如果你支持我 就跟我食指緊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基層裡面 在綠營的基層 其實是一直發酵的 尤其許巧欣的那一件事情 讓禮拜天 我們雙北的這個 凱道的肇事 大大成功 禮拜六 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十二號 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們的民調 其實有慢慢的回穩 而且有回溫 這也是為什麼蔣萬安 在這個禮拜 先溜出來說 他要持立委 為什麼要持立委 如果你選情穩穩 各家民調 你贏陳時中 幾乎都贏了十趴以上 你幹嘛持立委 你就穩穩的選 選到一一二六 你就當選了 你為什麼要衝這個最後一波 而且蔣萬安衝這一波 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他會為難到國民黨 其他的參選縣市長的人 所以這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蔣萬安民調很穩 贏陳時中都行十幾趴 甚至贏到二十趴 我自己說他不用衝這一波 這個禮拜前兩天更誇張 他叫他懷孕六個月的妻子 出來幫忙浮選 我告訴你六個月懷孕 因為我生過兩個孩子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懷孕到六個月雖然穩定 不過我告訴你 那個對媽媽的身體負擔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你肚子越來越大 你挺著肚子一直走一直走 媽媽的脊椎跟腰 傷害會非常大 而且你太早的這個生產 因為你過度的運動 會讓你的整個胎位往下 有可能會有提早生產 等等的問題 所以如果蔣萬安選情很穩的話 為什麼要去賣 為什麼要去這個 把這個家庭牌 然後妻子牌 把他拿出來 又要把這個提早辭職 這件事情把他拿出來 當然這是一定是選情 非常非常的緊繃 所以他才要去賣弄這一些 另外包含這個禮拜 包含這個梁文傑 包含趙怡祥 對於這個蔣萬安 所謂的這個矽谷經驗 這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在替中資 在服務 中企的中國企業 在做服務 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要是蔣萬安 我選情穩穩的 我就老實招來 我到底在矽谷 服務的經驗到底是什麼 服務的哪一些公司 哪一些經驗 他現在還在美國企業上 有很好的獲利 我把它公佈出來之後 趙怡祥也閉嘴 梁文傑也閉嘴 對啊 我就是有矽谷經驗 結果他今天不是這樣講的 他講得很酸 他講得非常非常多難聽的話 說什麼美國人都不擔心 民進黨擔心什麼 實時非比實 二零一二零一二年的美國不擔心 不代表現在的美國不擔心 現在的社會 整個世界的局勢跟二零一二年 那時候大家想要去中國吸睛 是完全都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 應該要老實招來 而且蔣萬安如果選情很穩的話 他就不會在選權最後禮拜 最後兩個禮拜 出這麼多險招了 好 所謂矽谷經驗這件事情 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他應該好好的開一個記者會 就像是他如果真的是蔣經國的 第四 蔣家第四代的話 他應該早早的驗DNA 而不是每一次人家質疑你的時候 你就在那邊說是抹黑或是側翼 連這個矽谷經驗呢 其實把他揭發的是科技大佬 是曹新成先生 而曹新成先生呢 是因為他跟蔣萬安在書上面 台北萬安裡面所說的 他所服務的這家律師事務所 他們有曾經是客戶的經驗 所以才說了 那這個矽谷經驗是怎麼回事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冠婷啊 因為你在伯克里呆過 那離矽谷其實也蠻近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矽谷經驗 他有分就是 他的矽谷經驗究竟是 他只是在矽谷上班呢 還是真正的矽谷經驗 真正的矽谷經驗 是所謂創新新創 特別是新創的部分 好 經過這幾天大家的比對 我們發現 第一他說他在矽谷裡面 幫助eBay去取進了韓國的這一家 這個Gmarket 這一家購物網站 他說他二零零九年的時候呢 直接參與談判 然後呢 做了一個漂亮的十二億美元的交易 這是他書裡面的第九十頁寫的 在九十頁當中呢 他這樣寫出來了 然後他說這一家WSG公司 他合作的這個 這一家他上班的公司呢 是經手的跨國併購案 金額動輒幾十億 所以需要非常多的部門協助 資產啊 什麼會計師啊 這個建架啊 這個專業人士等等 讓跨部門協調工作 顯得非常重要 他說單靠 他說他自己喔 這句喔 我直接參與談判 這個是他講的 然後在同一本書的第九十四頁 他就會 他又說他失業了 他失業的時間是二零零九年初 他說是華人還在慶祝農曆新年期間 他收到了一個 要把他之前的信件 好 這個eBay去買這個Gmarket 是二零零九年的四月十五號 eBay公佈的 那這個直接參與談判的 好了不起的蔣萬安是什麼時候被資遣的呢 他是華人在慶祝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的那一年呢 二零零九年是一月二十五號二十六號 左右是這個除夕 那他們的電子郵件是規定 他依照公司規定 必須在一週內打包走人 一個禮拜要打包走人 換句話講 在農曆期間的一月二十五號左右通知他了 然後所以他應該是在二月十五號就打包走人了 然後這個案子是在四月十五號eBay宣布的 請問他直接參與談判了什麼 他究竟窗口是誰 他當時他的這個所有的角色 昨天是有一個曾經是創新投資的專家人士提醒我們的 提醒我說你請記者去問他 或者是請所有的人士叫講完講清楚 你何時參與 你在你的團隊裡面是什麼角色 你直接參與談判 你的談判的對手是什麼 你談判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那這個你自己離職到底是幾月幾號 你離職之後的兩個月才完成了這個 四月十五號的這個併購案 那你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光這件事情就是涉及說謊 吹牛吧 這件事查不出來嗎 他有答覆嗎 他沒有 他說人家是這個刻意的抹黑他 對 光這一件 我們先講這一件 其實一般大家在講所謂的矽谷經驗 通常就是在講說所謂的新創 或者是科技業 為什麼呢 本來大家想像的那個矽谷經驗 或者說過去臺灣或是各國在矽谷這邊上班的人 他們拿到非常高的薪水 那個薪水確實天花板可以高到遠 超過臺灣的企業的想像 一間公司他可能去了 如果說還沒IPO 他可以因為IPO上市之後 瞬間分到了股票 市值臺幣八千萬九千萬上億 我很多同學有這種經驗 也有一些人是直接進入大企業 像Google Meta Apple 每個月拿到薪水 每年拿到薪水 動輒上千萬臺幣兩千萬臺幣高薪 這個是我們想像中的一個矽谷經驗 或者是很好的創業皇季 你創業之後 你得到了很好的報酬 但是其另外一方面帶來的 其實很多人所謂的矽谷經驗是高 臺灣率 高淘汰率